原标题,这个国家又创造奇迹,二战航母服役到2017年,却还依依不舍。 2017年2月27日,印度军方正式对外宣称,印度有史以来服役的第一艘航母维拉特号,将于3月6日正式退役。 不过这艘航母已经是第二次退役,1985年7月英国皇家海军将其退役,这也是该艘航母的第一次退役。 然而在1986年4月24日,对于这艘航母来说,又是一大转折点。 当时印度军方以2500万英镑的价格从英国人手里购入,从此这艘航母又开始了新的征程。 直到2017年印度海军才将其正式退役,原经济神号航母这艘航母的前身属于英国经济神级航母的第四艘。 后来前三艘改名为人马座级航母,第四艘随即也被更改为经济神号航母。 该机航母于1942年开始研制,1947年开始建造,但刚开始建造就修改了原有的设计。 所以直到1953年2月16日才定型,并于同年6月滑下船台,随后便进行了长期的机装,海市一级改造工作。 直到1959年12月25日,这艘航母才开启第一次服役生涯。 改装后的经济神号,这是一艘比较尴尬的航母。 它采用了常规动力的设计和滑跃甲板,原设计有弹射装置,后改装被拆除。 排水量仅有2.3万吨左右,仅属于小型航母的范畴。 正是因为排水量小的尴尬原因,这艘航母服役的一生一直都在改造,但航母最初的设计是空机型航母。 不过1971年这艘航母又开始改装,并于1973年改装成两栖突击型航母。 1976年根据卫约的要求,这艘航母再次改装,被改装成了反潜航母。 飞行甲板可以同时起架反潜直升机和垂直起架飞机。 艳渡购入后的维拉特号,1980年再次进行现代货改装,最明显的就是加装了7.5度的华瑞甲板,以便为战机提供起架。 此次改装后直到退役,1986年艳渡购入后,又再次进行升级改装,同时艳渡还采购了29架钥匙战机。 1987年正式服役艳渡海军,在随后的服役生涯中,这艘二艘航母,先后进行两次大的改进和升级。 直到2016年随着航母的爆化严重,仍给费用的不断攀升,人采购的29架战机也仅剩10架不到。 为此,艳渡海军不得不将其退役。 如果不是战机不够,估计艳渡还要服役数年,从第一次服役到最后一次退役,该航母整整服役了58年之多。 二战设计的航母服役到2017年,维拉特号堪称史上最高龄的航母,责任编辑。 二战设计的航母,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